这还没上线Steam创意工坊呢 师傅就已经被玩坏了 原本我以为作为一款中华武术游戏 在一次次倒下后 武德武德才是正道 但面对玩家们的大脑洞 明显不在修行上 而是整活 于是你可以看到 专攻下三路 不讲武德的儿时主角 12岁大仇以报 也可以看到永春夜问改学白眉拳 我要打十个 但这些都是习武之人 和亲和脸 然而一手 我的CU哥去哪了 姜维克 激怒里维斯 一人打穿夜店 魔舞双修的冰雪女王艾莎 师傅奇缘 白雪公主怒吹七个小喽啰 白眉公主 给我看傻了 当然 武德角色再厉害 还是抵挡不住玩家们的手残操作 那其余一拳师傅了解一下 我可以失误很多次 但你只有一次机会 我就轻轻推了一下 你怎么就倒下了 已经干翻了两个神戏的奎爷 也不甘寂寞 抽空来东方学了一套神秘拳法 回去干翻雷神 不过最郁闷的呀 应该是游戏里的小喽啰了 当他们看到自己的老大羊 操着一手正宗白眉拳 对自己拳脚相向 任谁呀 都会仰天长叹 趁等正与死战 陛下何故先想 没风消消 天地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